今天市议员离其服务处主任和永庆里里长及观光旅游局瑞芳区公所等单位就到位在九份消防分队后的观景平台 只见平台位居高位 视野辽阔 许多游客都爱在此驻足 但是一旁的石木围栏却早已损坏不堪 摇摇晃晃的看起来很危险 目前以这个区块来讲是九份最高点 景色也不错 看夕阳 看入出都不错 只是说这个建筑物有点缺失 想请议员跟市府来帮忙修缮一下 那我们永庆里经过里长反应 我们这边有一个观景平台 那因为木制的栏杆损坏相当的严重 那所以我们今天会同里长跟公所跟市府管理局 我们一起前来会看 那刚刚现场看了一下 那其实不止我们永庆里 在整个九份五个里 有相当多类似的一个景点 包括观景平台也好 那包括凉艇也好 那其实都是早期 大概二三十年前 在台北县政府时代 由县政府或者是我们东北角风管处 施作的一个设施 当地里长就说这处平台视野很好 白天可以看日出 另一角度傍晚可以看夕阳 不少游客都会在此驻驻拍照 但因为围栏损坏已久 目前已经先张贴告示 希望有关单位可以协助修缮 保障民众的人身安全 那后续我们会先请公所这边 跟里长来做一个盘点 把我们九份五里的一个相关的设施 做一个盘点出来 那再由议员这边 跟市府来协调 是不是由我们市府的管理局 或者是哪个单位 来做一个认量的一个动作 那让这样的一个设施 能够永续的 那在我们九份地区 那个观光客 在地民众都能够来使用 因为林企服务处就表示 其实除了永庆里这处观景平台 九份地区还有很多 也是类似的硬体设施 不堪使用的情形 对此将协助九份地区 进行通盘的检视 并提交修缮计划 给有关单位 希望能尽快争取裁员来修缮 提升整体旅游的安全品质 介绍为瑞芳采访报导